总统府前1日下午发生冲撞事件 49岁度南为了抗议 驾驶喷满红漆的兵士 车身喷满红漆写着国家认知作战 自安SOS入侵 AI改造 共识 重大国家等字眼 先朝AIT美国在台协会狂按喇叭后 又开到总统府前 刻意加速冲撞门前钢制花台 当场遭警方逮捕 初步观察无影酒情形 现将杜南带繁琐实施酒测 并厘清案情中 另外 杜南全身都是名牌 他穿着名牌Bolenciaga 包括原价破万的经典logo破洞T-shirt 35800元的运动鞋 下半身还搭配超强眼爆纹短裤 足够全身行头至少5万元 有关今日4点11分 有一位陆信民众驾车 远凯套中往期的方向 请经总统府 那经本分局发现他有预状 要雨雨蓝茶时 除加速冲撞总统府府前的花谱 造成三个花谱 有受损的情形 但无人员受伤 那经本分局迅速控制现场之后 经实施酒测 那酒测值为零 那初步他发生实案件的原因 本分局正在厘清后续的原因中 那本分局除以 除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予以自单之外 另外以刑法公共危险罪及回损罪 移送申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